我们今天学佛还没办法转自己进去 那什么原因 我们学的不够 还不到家 差很远 大乘经教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佛给我们说的 我们都能接受 我们也能相信 但是这里头还是有疑惑在 疑就是障碍 那怎么办呢 再继续努力 别放松 认真努力学 你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了 往上提升是很快的 提升到一定的程度 你不再疑惑了 念力一击中就起作用 我们有疑惑 初修佛的时候 我们对佛的信心有多少呢 我常常给朋友们讲 大概我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信心 我学的比所有同学都好 都学的好 那是什么呢 他们的信心还不到 他们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六的信心 充其量百分之十的信心 我有百分之二三十 所以就比他强多了 比上 比上差太多了 我们上一代 我的老师就上一代 上一代 他们大概 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信心 那我比不上他们的 那比更上一代 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信心 我们往前看 一代不如一代 我再往下看 麻烦了 他能不能有两三分的信心 怕是两三分的信心都没有 那就再高明的老师 佛菩萨亲自来教他都没有